戶外彈簧床防護網 竟然用拳頭輕輕一錘 網上的結冰馬上軍裂 列出密密麻麻的蜘蛛網狀 再來看看這段影片 鐵錘一條欄杆一層厚厚的冰就碎裂 美國南部從1號開始 又迎來一波致命性冬季風暴 首當其衝的九十德州 出處遭到冰封 民眾玩得不亦樂乎 甚至有縮視影片拍到一棵樹不敵厚重冰雪 從晚上開始慢慢被壓垮 直接攔搖折斷 有民眾在接受CNN采訪時 也聽到一旁的樹木被冰壓垮 另外美國東北部和新一國來地區 也準備迎接一場史詩級北極風暴 但春天何時才會來呢 美國知名吐蕃鼠菲爾進行預測 他爬出洞穴看到自己的影子後又躲回巢穴 原來美國人相信吐蕃鼠只要沒有看到影子 離開巢穴活動的話就說明春天已經到來 菲爾的行動也代表冬天還未結束 除了吐蕃鼠佛州的海螺也可以當氣象學家 海螺迫可而出又迅速縮回 專家認為海螺和吐蕃鼠的預測一樣 北半球的冬天還要再冷六個禮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